iOS为什么分裂出iPadOS? 它又是如何改变iPad平板电脑的游戏规则? 2007年苹果只有iPhone时, 行动作业系统叫做iPhoneOS后来iPad退出后, 因为iPhone和iPad使用相同作业系统, 所以苹果把iPhoneOS代名为iOS。 为什么现在iOS又分裂出iPadOS呢? iPadOS实际上是iOS的一个分支, 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操作系统, 它是为了更好地满足iPad的特殊需求而创建的。 iPadOS有一些独特的功能, 例如多视窗应用程式、 周面及Safari浏览器文件管理器等, 这些功能在iOS上不可用。 由于iPadOS和iOS共享相同的基础架构, 因此开发人员可以轻松地将其应用程式移植到iPadOS上。 iOS分裂出iPadOS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。 iPad与iPhone的硬体差异逐渐扩大, iPad的荧幕尺寸解析度处理器性能等, 都与iPhone有了很大的差距。 如果继续使用同一个iOS系统, 将难以充分发挥iPad的硬体优势。 iPad的使用需求与iPhone不同, iPad通常用于生产力创意等用途, 而iPhone通常用于娱乐社交等用途。 如果继续使用同一个iOS系统, 将难以满足iPad的使用需求。 苹果希望iPad成为更独立的产品。 苹果希望iPad能够成为与iPhone并驾齐驱的产品, 而不是iPhone的附属品。 如果继续使用同一个iOS系统, 将难以实现这一目标。 iPadOS在以下几个方面与iOS有所不同。 周面模式 iPadOS引入了周面模式, 允许用户将应用程式以窗口方式排列, 并在多个应用程式之间进行切换。 多任务处理 iPadOS提供了更丰富的多任务处理功能, 例如应用程式分屏、应用程式浮动窗口等。 手势操作 iPadOS新增了一些手势操作, 例如使用两根手指捏合合, 展开来调整应用程式的大小。 应用程式优化 iPadOS针对iPad的硬体进行了优化, 使应用程式能够充分利用iPad的性能和功能。 iPadOS的推出 使iPad成为了更加独立和成熟的产品, 它不仅可以满足用户的生产力和创意需求, 也能够成为用户日常娱乐和社交的首选设备。 以上是苹果iNews报道。